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达马sir 嗨,你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 就是这个世界时事都合一第一则新闻 真是未上任先退群 未正式退的 不过这个日本媒体 就挺适合的 看到,咦?究竟特朗普 究竟是第一个退群是什么呢? 那为什么日本媒体说出来呢? 因为之前他已经通过川普的幕僚大概知道 那就是共同社说的 就说 已经访问过特朗普的幕僚 就说 大统领其实是退出什么群呢? 或者有什么群不想加入呢? 之前我们也说过 这个是拜登搞的 印太经济框架 这个协议呢? 其实呢 不过 当时搞出来呢 我们也说过 他的准入是很难的 也是一个形 一个框架 就是那些东西很虚的 而且 其他盟友觉得不得肉的 原来 这也无所谓 这个也无所谓 但是呢 为什么又来自日本媒体呢? 茂叔原来在震惊 不过不要紧了 茂叔我们在做节目时 仍然是日本首相 可能我们遭遇了11日 不是今天了 辛苦之后 说他不是首相 不过我相信他也继续连人 因为没有人肯接这个懒丹子 原来 大家知道 特朗普很恨一些多边机制 就喜欢 是一个一个这样谈的 拜登政府着眼于是中国大陆 亦都是印太地区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就要抗中 推出一个印太地区 叫做印太经济框架 当时说得很大 虽然是这样 都是有少少的合作 好像绿色能源那些框架 但是其实也不多 特朗普原来打算要求盟友和友好国家 全部要交钱 承担多些 对日本也提出 保护你很危险 说真的 以前说普京和金仔和特朗普有论谈 我想想想也对 金仔 今晚帮我再打算多一点 好了 之后呢 日本也害怕了 南韩也害怕了 哦 那需要收钱吗? 需要收钱吗? 当然要 当然 之后会给朝鲜资金还不奇怪 特朗普 说真的 他任内都是有件事真的破了纪录的 就是可以和朝鲜领导人握手 所以当年应该给纳布尔和平奖资金才对 你看到 现在日本也害怕了 特朗普有意和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 还有 俄罗斯 总统普京举行个别的会谈 虽然 重视印太地区立场是不改变 但是预计 不好意思 起码和日韩 还有 这个赖政府 台湾地区 当然台湾总部 步调不一致 那最搞笑呢 台湾媒体说 川普 哈哈 下块纸签片了 哈哈哈 收关税了 看你怎么办 如果他肯给呢 他们很搞笑 他们觉得 这么贵你不肯给 如果他肯给呢 又说 肯给我们是阴谋论 那当然会和你对抗 就是会有反制这些事情 喂 我们很简单 就是他有个价格 有个价格 那就可以卖了 不过 不用怕 他们的陆媒 就算被卖了 他在数钱时 还是帮你说好话 因为你是西人 是吗 那么你也看到 为了我压制 推进核武和导弹开发 那么拜登就是力争 和日韩一起合作制度化 特朗普不行 付钱就有制度化 那么朝鲜 就是向乌克兰派兵 在安全保障方面 需要是 说一说 那就可以了 又可以和欧洲说完 朝鲜过来 那么特朗普也反对 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的 钢铁巨头的计划 他重视手脑之间的关系 那么多数意见 认为通过手脑之间 去谈 一个个谈才说 是的 他很喜欢这样的 那么搞笑了 原来这个日经就说 那就是会考验到 现任手上 石破茂的应对能力 不过他出这篇文章是11月8号 11月11号之后会是他 那就不知道了 特朗普也主张 是用高关税保护美国国内的产业 所以就要保护他们之下 最可能退出的 而且第一个退出 应该就是刚才说的 IPEF 即是印太经济框架 维持互惠的经济关系 可能就来很大的危险 看看日本媒体也好像 不知家里死了什么人 原来日本媒体也说 这场这样的选举 是二战后最重要的选举之一 结果看到 每个人都忧心忡忡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的北方 就是强论俄罗斯 这个也行 刚才我们的理论也行 如果俄罗斯移动的话 北方很危险 我要保护你 还有 你对面可以中国戒律 很危险 麻烦你了 需要交保护费 原来再来看看 以特朗普大老板的性格 不会说麻烦 叫你快点喝水 快点喝水 你说拜登的话 可能会再说一两句 要两句话 特朗普大老板 快点喝水 不要说这么多 所以现在 就算是石破茂之前 现在也有跟賴清德继续推特 但是之前 说到对华也比较是 别人说他亲华派是鬼 其实他是亲台派 现在他都好像低调了 说想见习生 日本 我们经常说 你经常说台湾 原来 难道台海移动 其他地方不移动 日本 怎么会 就是近朝鲜 也近俄罗斯 南方 俄罗斯南方 北方 那么特殊的地理位置 也注定了 你要靠美国佬 这个不能说 原来 这个共同社 朝日新闻 这些全部都说 特朗普上任期 对于我们 你说得对 是很严厉 不是 真的不会说 麻烦 直接说付钱 是啊 付钱 没说那么多 没办法预测 什么预测 原来 日美在外交 安保 贸易上的合作 他们就很害怕 也有专家分析 由于特朗普2.0时代 很多未知 所以石破莫 有得就没得睡 脚都震 心感忧虑 日本首相石破莫 很早打电话 7号上午已经打电话给阿琴 也向这位 也可以说老板 表示是足 两个人通话 很短 5分钟左右 这么短 虚寒几句 不如这样 这个也適合她的性格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之后我会慢慢跟你谈 其实这样是很棒的 比拉伸 拉伸好像就 他就说 我没有打电话给阿琴 还了 我不信 我没有打电话给阿琴 我也不信 说真的我不信 他不打电话给阿琴 只能这么说 现在 阿琴 和阿琴 现在还未知道 众议院最后结果 但我相信众议院 应该是共和党人 起码中期选举之前的权力 可不可以这么说 也算是稳定 因为如果你掌握两院 是稳定的 很多议案就可以随心做 是的 没错 某叔 原来 当日 在手上釜底 就告诉日本媒体 我确认了 我很想尽快地见他 并且一致同意 将这个日美同盟 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和阶段 那有没有说给钱 没有说是吧 提高更高阶段 下一句话 那便要量力量 麻烦你回去量水 某叔 我要钱 这个NHK亦都说 日本政府内部普遍认为 是美国虽然发生是政权跟谍 但是 关系依然 但是另外一方面 有敢于特朗普在贸易和安全领域 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所以 要保持警惕 亦都是 最怕加军费 对于东京来说最关键之一 就是 特朗普是否会再度威胁 不给钱便撤军 对吗 要求日本 提高驻日美军 这个经费的分摊比赖 19年的时候 特朗普曾经提出 我们很危险 北方有俄罗斯 对面海有中国大陆 和朝鲜 这样 不是很多 增加四倍 这个好笑 虽然拜登政府接手后有谈判 但是 当时 正是 2026年 升高也是有加军费 不是没有 但是日方来说 连这个 NHK 对于日本来说 是痛苦的回忆 没想到作为大佬 作为盟友 直接开口拿钱 而且数很高 蛤? 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明年一月大陆 特朗普就任 等待日本的就是 2027年以后的预算谈判 日本媒体共同都认为 特朗普 讨厌多边机制 最终一对一这样 双边谈判 双边谈判 一旦启动 就对于日本本来 已经很严重的 财政负担 百上加根 当然提出大幅 增加财政负担 扩大智慧队 职责 这些交换条件 全部肯定会来 也是一个折钱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 就是加码 对日本承担本国 和联盟防务的要求 肯定 我想他们不会这么笨吧 他会减钱 当然不会 特朗普第一个任期 也曾经 你们也走不掉 牙斩斩的尹石月 要求南韩 驻韩美军军费 十亿美金太少了 这样就会加到五十亿 今年美国大选 多厉害 现在第二个任期 有通胀 可能不止五十亿 是的 我们要削减通胀 今年美国大选前几个星 特朗普在竞选上说 南韩政府 你说得对 五十亿也太少了 你不给他一百亿 我们怎么住军 一百亿也太少了 我这么吓到他的腿 一百亿也太少了 虽然特朗普任期最后几天 当时的国防部长 艾斯柏成功说服特朗普 就叫他 你不要从南韩撤军 但是 这个南韩的专家也说下一任 特朗普似乎 将会任命一个更愿意听他说的内阁 去掌管国防 特朗普的第一届 政府主要是由传统共和党人组成 第二届提出的 可能不是那么传统 包括Marco Rubio 跟中国很有冤圈 中国制裁了他 可能做国务卿 有时间搞 你也预认了 其实很多事情 反而我觉得 中国大陆是比较平静的 不过第一任的冲击 该来也来 你说会更加重呢? 是会 但是你预认了他更加重 那就好些了 但是你知道过去那几年 阿周其实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团结盟友 勾回他们 但是 阿钦 对啊 他不会说拜托 他说不给钱撤军 跟你说拜托 另外一个立入日本政府 考虑的就是 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 其实第一任期时的手上 就是现在归了天的位 安倍 那原来呢 安倍当然可以 安倍可以跟特朗普打 是打高尔夫球的 有个人的 是叫做感情 真是说感情 这些 但是收购价也不便宜 跟普京大帝也有计划 是的 金仔也可以 不要说 他之后那些就一样了 其实特朗普 对啊 你傻子 越硬越好 越硬金仔 就越是肥你 你越肥你越怕 越要依靠我 那就越收多多钱 对吧 那石破茂 跟特朗普是没有个人的交情 也可能影响到未来的对日政策 今年年初的时候 自民党政府曾经 通过非内阁的党员高层 就跟特朗普接触示好 是什么人呢 短暂说的那位 记得哪位 麻生 麻生 跟他很熟 在贸易、安全 也有几次 有钱人出身 亂差地说 安全、贸易等等问题 其实曾经令日本有恶梦 在7日之前 石破茂和特朗普 还没有过一对一的对话 你看五分钟很少 这么重要的印太盟友 很多电话都祝贺他很忙 怎么听你乃清德电话 给了钱没有 对 为了保持良好的同盟关系 石破茂有意尽快安排会议 原来日本外务省也很想 18-19日巴西举行主义十方会 因为巴西也是美洲大陆 就可以去美国和川普见面 原来日方认为两个国家的首脑之间 建立私人关系对发展非常重要 但是行不行 一知 你私人关系也不是说去就去的 对不对 而且某叔说真的 我也不想这么说 但是你看看样子 安倍真是事事正正的 人家恨他也好 跟某叔相比 某叔好像一只眼 有些木若外雞 怎么译我这个译字 乖乖木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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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想什么 因为他眼珠的白色 比较多 安倍 我也很恨安倍 但还是比较年轻 有一种比较精明的感觉 是 幸好不是高市 高市早上还更糟 因为川普一般对于女政客 都没有什么好面识看 对吧 好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是说女政客 他也没有好面识 给过这个女政客看的 就是冯德来恩 老冯和他有点牙齿痕 是的 老冯和冯德来恩 就是祝贺特朗普胜选 就说 欧美关系密切 他就说 热烈祝贺特朗普 盟友这个词 不足以形容 欧美和美国的关系 我们 真正伙伴关系 令到我们总共 八亿的公民团结在一起 说得太好了 所以我们共同努力 就是制定一个能够 持续为他们提供帮助 强而有力的 大西洋议程 大西洋议程 应该接北约 那你这么搞笑 北约他也说退 给钱吧 那当然最搞笑 这个冯德来恩 其实他开会之前 发这条河电之前 他在紧急召开了 会议和27个成员国的人 召开会议 就讨论 是欧盟在特朗普 重返白宫之后的应对策略 原来 这个西媒就说 会议现场 好像丧礼一样 现在说他发贺电 都好像丧礼一样 就是好像 但是很难说的 这些媒体就说 他好像发丧 这些字眼 就说到很 其实是他行礼如意 他都算是大体 什么都说到 大家一起努力 这些事情 冯德来恩心目中 不知道阿沁想玩什么 那代表呢 亦都是对冯德来恩 提出多项质疑 既擔心他草率 作出过度承诺 亦都擔心 他没有办法 和特朗普收复关系 那把口应该可以的 说真的 但是阿沁很搞笑 他见到不喜欢的人 鼓气炮塞 他不扮认 阿沁先生不扮认 老冯你也不扮认 两个都不扮认的人 一起很搞笑 是吗 是吗 是 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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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在欧盟 一般经济 当然 你说河电 他就说 我们怎样怎样 多谢你 就是 一齐 把 agenda做好他 其实大西洋的 agenda 跨大西洋 即是指北约 以及其他 因为他隔了大西洋 究竟是否可以做得到 其实没人相信 没人相信 又刚好 德国政府有瓦解 红热灯政府有瓦解 也挺麻烦 其实欧洲一直都很麻烦 好 这个就是 第二则新闻 最后则新闻就是严厉 严厉批判 猜不到 这个作为自由派 现在自由派的大旗 就是纽约时报和CNN 顶住 CNN 还搞笑 主持人 看到川普当选 不应该这样 不够专业 这个不重要 后话 原来 纽约时报 发了一篇非常严厉的批评文章 就说一个自命不凡 自以为是的政党 慘租 败选 那 他就说 国际维棋 有个传说 就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 一场錦票赛上 伟大的丹麦犹太旗手 尼姆佐维棋 其实是对阵德国大师 薩米斯的时候 发现自己很被动 一想到要输给对手 就觉得 他为什么这样 他水平不如我的 他就很生气 之后 就跳上棋桌上 我竟然要输给这个白痴 但是 在很多民主党人眼中 其实特朗普 一个被弹劾了两次的前总统 一个还背着官司 但是他有得特赦 不用担心 就算了总统 也是一个偏执狂法西斯主义者 一个小丑 一个乱说的白 但是很多民主党人 倾向采用的理论就是 一个容易受到种族主义 性别歧视排外主义 极度愚蠢影响的国家 会被那种曾经 像刚才那位棋手那样 会这样 是会选特朗普的吗 是真的选了他 而且选票也赢了 是 这次是不同棋 是选票也赢了 冒业练 选票也赢了 选票也赢了 参议院也赢了 其实 为什么他输呢 很多失误 当然 选择一个进步派的竞选搭档 亦都无在于 奔州和密歇根州 他没有办法 将自己 可以跟拜登设计 其实租是坏的 说什么是人家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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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不是真的 所以人家说是否特意 关键时刻 你才玩我 是吧 他亦都将特朗普 说他是法西斯主义者 这样等于暗示他的支持者 亦都是法西斯主义者 还有最蠢的是 他不支持女性 不可以这么说 这些东西不可以这么说 你应该看看 其实很明显 这两个议题 就是经济和移民 可能还有治安 经济和移民 和治安也有挂钩 对吗 这两个议题 选民对民主党 没有什么信心 看你 真的没有 其实我也说过很多消息 他不出来投票 你就死了 所以你就输了 上一次不是的 上一次 Josia 我都说了很多网友 这一世未投过是民主党 但为了踢川普下台 因为他令到很多华人很麻烦 但现在大家关注的点不同了 原来 你执政这几年 其实华人一样都很麻烦 一样都被人抢 被人动手 对吗 所以都是那句 你有一些进步派 第二是钟摆效应 我们经常说的 如果有些东西太阻碍 是真的不行的 第一点 我们看到 现在 美国人 希望一样东西 就是消费品价格 不要再上升了 第一点就是经济 通胀 有些人说 不是的 跟他们的国家比 很便宜 人家住在美国 对吗 不要说 之前也有些民主党人说 南方边境不存在移民危机 不是吧 你说这些 等于送自己上去 唉 不存在问题 大哥 这些是自由派的错 那些选民肯定是很生气的 所以他现在对赌是输了 他现在对赌 究竟人们争论 比较多 就是怕通胀 和大量移民融入 很明显 美国人就是怕通胀 和大量移民融入 对你没有信心 对 治安 对你 没错 说真的 治安 真的很难过日子 你治安差 我生意好又怎样 你们抢一锅 我就不可以了 我就没钱了 可能命都没买了 对吗 所以有时候真的通胀了 做得通胀了 好 今集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